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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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今天有人在家无私来应聘呢 我立刻就走 郑主 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这是我家 我没通知过任何人来 说 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见证人让我来这儿的 不信你跟他说 我没兴趣照顾你 你是自己走还是我请你走 他很傻呢 行 那我走可以 我可以报笑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 作严 他是谁 我的事情轮到你来过问 作严 我真的实惠心你 这些人都是我的钱来 来理你清楚吗 是吗 小姐 请问你是在说我吗 可以 作严 我才是那个能陪你走到最后的路 我先走了 你们俩拿了钱就想走 你也真是不要理 不让你费心了 这是我心情的管家 我很喜欢 没什么事的话 今小姐可以离开了 你不是说我 去把衣柜里第二层的衣服给我拿出来披上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照顾好责言 别伸出一些不该有的心思 责言 这是我炖的鸡汤 晚点我会跟伯伯打电话 告诉他别担心 那我先走了 这不会是狼窝吧 我还是拿了钱跟你说 嗯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可是很贵的 你要想清楚 在原有的工资上给你翻一倍 合约付同三条 第一 不会条件付从我的命运 第二 随叫随到 第三 如果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你还要充当起我女朋友的这次吗 那我不成专业党金牌了 说废话 剩期一个月 明天几点就先到 三一倍的就是 两万 还要撒一个钱过去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叫夏悠 是一个无体无体的打工人 因为有个独龟老爸 我没有失敌 我一直都在还债的位置上 喂 真的 不客气你 我找到了晃财富的大门 我这个 这么老板 你把那个拿这儿拿来 经理 能不能把我这几天的工钱借一下 我之后可能不来了 你的工资昨天已经被你罢领走了 那好 你过来 我也不用通知你了 你已经被解雇了 别人都是坑的 这种老婆 别坑啊 你知道了 扣一千 上班高峰期 我没赶上公交车了 我不想解释 两件事 第一 不能知道 第二 餐桌上不能出现我不喜欢的东西 别打承拔心思 别跟钱过不去 还有 还有 不是就两条吗 还有就是你身上为了太多 比我远点 家里不能做好事 包括你 好想逗你 可得钱的份上我冷 好的 喂 橙子 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他这么毒蛇呀 固然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在我们脑上 这也太难搞了吧 一个月顶几个月的工资 难伺候就难伺候吧 谁让他是地主呢 你之前不给我讲清楚 属于诈骗 你这不是缺钱吗 缝隙口没运到 里子出的折痕压歪了 我很好奇你到底还能做好什么事 还有 你有了解过我今天出席什么活动吗 行程表有看吗 功课不做的话 等着我来做 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 十倍未约紧 你开始办 还有这么多附加条例 国人资本家都是吸血鬼 现在就去 身边把午饭准备一下 比翼双飞 红烧鸡翅 调料比利时衡 下一道 汽油双姜 水煮和佳 没有姜味 下一道 请拿炒肉 不喜欢 撤了 你不吃了 这是人吃的吗 那多浪费啊 浪费 拿去喂猪吧 拿去喂猪 拿去喂猪 他就在说我是 河烟 你给我等着 你的咖啡 林总 我来报告一下 本期我们各个公司收支账户 以及采影管理研发的零件提案 是 他干什么 想用速度卡片 你是不是卡的 我 十字的话 就不用我做双美术小姐 他送出镜干吗 滑鹿的水味道太濃了 花鹿水味道太濃了 你 你等着 看你能够走多久 波血的位置变了 喂 李秘书 我就是有点事情想问你一下 林泽妍 不不 林总 她对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不是 我看她最近饭吃得比较少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们林总队很挑的 林总讨厌青椒 不吃香菜 好像就连香菇也不习惯 你要是有了解的话 就别说是我说的 哎呀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是你说的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对了 我看林泽妍 她对家里好像特别熟悉 好像能看她见一眼 那是因为家里的位置 都是按照林总习惯来设计的 每一件东西都丝毫不差 我说呢 跟她的卦一样 这是新的才识 你尝一下 天佑家族的味道应该不错吧 夏佑 看来你的公司是不紧要的 你尝出来是什么味道吗 除非我会解释 对不起 想想还敢啊 这天佑 除了一百元的单子 如果今天是平时单子 那还说是很容易 看什么这改变味道还是太难了 看什么这改变味道还是太难了 我再次换一个把试试 看来我还不得不着 拿开装备 我再多过气了 他这是怎么了 好 银子圆壁上铁还是挺好看的 李总 下游被小包拍到 登手热搜了 记得舆论四起 好看吗 好看 不是 不是 你们就是误会嘛 启超 换衣服 你现在还有闲心打扮 我是说你 换衣服跟我去公司 三弟 帮我换 哎 这会儿林总的飞闻女友吗 怎么戴上司呢 都带出来了呀 你看 是不是她 哦 是不是微博热搜那个 林总 三弟她想约你见一面 好像是这次飞闻来替上次钱的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别管她 愿意的就让她等你吧 那个 要不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帮我泡杯咖啡 你不用看她 给她多个胆子也不会让你过来 我就说她根本没瞎吧 夏小姐 你刚才吓死我了 你前在这坐一下 哪都别去了 我去给你倒杯咖啡 我已经在锁来咖啡馆 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你那边怎么搞的 再不来 我可就去你公司了 林总 在这就不见了 没事 我知道 你好 请问是三弟小姐吗 好想 您的情况已经够疯了 你想到您的责业身边根本没有正常人 您的责业是什么关系 你看不出来吗 你这不是年迟的女人 你就是为了钱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 我看你的公关通稿上 你承认得挺空白的 逼死逼死 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要不是因为责业太忙 能不能对到你这个女人 可是据我所知 也非完都可以出一本诊能教程的 喂 李记者 拍到了吧 衣服两千六百八 裙子五百八 精神损失费 两千六 一共五千块钱 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治不了林泽严 我还治不了你了 你又是谁啊 我呀 我是你的粉丝啊 哎 刚才你真的拍了吗 骗傻子的把新年信 有点意思啊 那林泽严是怎么收得了你这张嘴的 没办法呀 给钱了是吧 等等 你这是林泽严 看样子还不笨吗 哎 教育啊 你做什么 我赶时间 我也套谢了 给我个联系方式吧 下次我机会还你 哎 等一下 如果下次我还有兼职工作的话 第一个想给你 没问题 给你柳星架 班长 泽严 诺诺都跟我说了 怎么说他也是你的未婚妻呀 还是你们选的 不是我选的 就凭他帮你救了你 我可不想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所以你们就找个人监视我 叫人去是我的意思 但也是为了照顾你啊 我还要开会 没什么知道了 有些挂了 我只是去照顾病人的 莫名其妙的上热搜 他被他前天有铺了一身咖啡 怎么这么倒霉啊 要不你还是换个工作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钱了卖身契合约 要是违约的话得赔十倍工资 如果 不想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 专号自奔水羊毛 哎 等一下 我先记录一下 我准备一场豪门大戏 让他叫几页的看看 什么叫做艺术 对了呀 别生气 晚上那里发我机去 走 你不是临家大少爷 现在改口味了是吧 听到家里养了只小羊 就出层肖了 你什么时候让我见见 你们家那只小羊 你等会儿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没事吧 你一个人 还有我朋友呢 小羊 小羊 你在哪 这名字怎么这么好啊 不是咖啡已经打这几率了 你的老艺术家吗 小羊 这叫果然是远的 这就是你闺蜜啊 我认识 她可是个妙儿 既然在这这个团队 请退一杯 走 林总 这是上半年的公司业位情况 还有些文件 选人亲自 找这最近几月的正常的设计 然后再细下半年的设计 这跟接下来的女座 这跟接下来的女座 好的女座 这杯子的位置放在哪里 这个女人虽然性和指头探杂 脑袋也不错 但最起码还在 请你把她的指头探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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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总 我们收到消息 烧会长给她的向个庭 发出消息 这应该是大伤会长这条线的最好事 你还 知道 急事 又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声音 大哥 我在吹港后 我这不是想给你点喘气的空间了 一个生日会拒绝 不去 如果这次宴会在下游戏 可不可以看我 在了在了 让我逮到了吧小经理 喂 喂 小友 我明晨 有个事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 没空 有成的 好朋友 那把你的地址翻过吧 Rookie 今天他就交给你了 好的 哎呀 还是第一次等一个女人化妆化这么久 千万别让我失望 除了 nice 快谁啊 什么男人 问这道理啊 为什么之前没有钱 该不会有事会怎么经济吧 别动了 您说是 好像是三个人 苏妍 我们去离总那边经不久吧 快去离家 你在哪儿 给我打点钱 爸 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我还想我活着 就赶紧把钱打过来 少爷我好 有钱好钱 没钱就给你办手 多少钱 把卡号报给我 顺便告诉他 以后 就算他在外面被人打死 你跟我没办理关系 下人了 下人了 这个女的怎么阴魂不散的 还真是为了钓鱼不择手段啊 她知道是你的真人会吗 什么场合都干出啊 真不知道自己起心机梁 你知道一个什么日子吗 怎么溜进来的 怎么又是你啊 我来着关你屁上 一个佣人都敢溜出来参加聚会 不得不说 有点本事 你们这些所谓的上游人士 也不过如此 怎么一副没收窍的样子 原来是跟在林泽妍身边的人呢 林泽妍真是神残世间啊 背后背后 这都下得知情 怪不得那是风中世子 来对姐 你说是 对姐 你说的对 在某些方面 林泽妍确实不论 哈哈 你也瞧见了吧 还这么多调调都调调 林泽妍的小群人半变了 怎么 都找你跟我 这也就不打草稿 林泽妍确实许 你算什么东西啊 是吧 这也也不打草稿 夏佑刚才差点灯火 打起来了 走 带我去夏佑那里 你有没有事 有没有受伤 你怎么会在这 我 我爸让我过来帮会长打电一下 帮忙处理开事情 刺亚 我们一起回家吧 别打扰松立克会长还有世界 白鸽 危长 叔叔太有免费了 你那个小野猫 你太紧包了 什么话都敢说 我都按不住的 太好了 就是了 那个方子连我都不想拍他硬钢 我说你 你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居然敢把他带过来 不是我错 不是我错 我这不是一生好奇吗 想把你气息那个钱大小姐 我下 下次我再来 这么晚才回来 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吗 行 算我都管闲事 以后这种多余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再做 别人说什么说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要闲事 我心里是怎样的 因为可能 还是他 在他 还有 那个人是谁 哎 哎 哎 你长得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呀 他好像去了三连书店举办的 搜索切出现场人了 哎 橙子 好巧呀 你也来看新书啊 视频箱的搜索切出啊 谁记得了 哎 你也是自己的 我从来看新书店举办的搜索的搜索 其实我是个人家 比林子役 不是 我不喜欢他 文笔夸张 错次优素 他写的东西 是不能来评的小姑娘 哎 你不喜欢他呀 我挺讨厌的 你有读过他写的东西吗 有啊 你也就怎么样 还行 你喜欢就好 啊 其实吧 细读评评评 真的不擦 身体不够 用此切 你也这样觉得 嗯 那你怎么还来看他的新书 哎呀 我去想看看 他到底喜欢多差啊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特殊爱好 哎呀 既然这么有缘分 咱们一起看呗 不是啊 我是来看另一个作者的 你看 啊 好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用准备 我就可以去工作 别烦我 怎么了 我就这么大 书卖不出去了吗 军医小姐有什么事吗 民族有可能在 我是来找你谈合作 我们之间 我什么可能 我就是一个写书的 不送 悠悠 你火了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 我把你在这里 做甜点的视频 发到网上 点击量相当不错呢 小悠 要不你再帮我拍几期 至好这个栏目 也是我的主编 这你外快也不错呀 行 我建议下一期 咱们可以先拍那个 万手自明太云 哦 对对对 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说 这道菜得心一手吗 已经被人挑剔了那么久 肯定有色障金 好 那就拍这个 是时候拿出来秀一把了 食材要新鲜 新鲜必须保护 处理是药物 最好精准的人是谁 投给你 不愧了林泽妍 处理好像精进了不少 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倒是一副诗人物尽的模样 怎么了 是不是有新事 有话直说可是你的优点 憋在心里可不好哦 也是 一点都不像我 来 怎么这么黑啊 这是什么 摸够了吗 摸够了把门带上 哥哥干了什么 林泽妍 我想跟你聊一下 好 不如我们出去试吧 我知道有一家店 特别不错 很适合聊天 林总眼觉受伤后 几乎从不会踏足任何陌生的地方 夏佑 你怎么总是恐无阵来不长记性 就恨还没忘忧天心仇 那个我其实突然想到在家里就挺好的 大晚上的也不方便 夏佑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里吗 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我会因为我看不见 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 以前不会 我希望以后也不会 那你可要抓紧我 小心我把你丢在街边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当然 绝对美味 绝对一绝 特别好吃 老板娘 给我来一份炸鸡排 再来两份炕面 好嘞 油烟味这么重 味深肯定不大牛 而且人都有嘈子 要不我们还是 怎么样 好吃吗 马马虎虎 还能吃吧 哎呀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尝尝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特别特别好吃 老振你吃过来之后 念念不忘 吃过来还想吃 不不不 我们拍照合照吧 纪念一下 第一次吃肉鞭摊 不要 来嘛来嘛 我们来拍张照片嘛 男朋友这是啊 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再尝尝这个 特别好吃 蛋定蛋定 这可是甲方爸爸 我怎么能对他有非分之想呢 蛋定一点 其实那天在宴会厅上 我不是会给你这种麻烦的 没事 其实我都知道 谢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吃饭 这叫炸鸡排真的很好吃 对吧 我就是特别好吃 那我之前能来过 也是第一次 下次我们再来好不好 好 有人抢包 先回头看 夏柔 夏柔你怎么了 夏柔 林总 昨天的劫匪 已经被警察抓捕归案了 嗯 知道了 林总 刚才的创意提案 您觉得怎么样 哦 我知道了 林总 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呀 好快说 行 那我先说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就是呢 你的未婚妻 又出来搞事情 她这次找我帮忙 让我支走夏柔 顺便攻略一下美心 待遇非常的丰厚 看来她还不太了解你 不过我要采访一下你 这么多女生 为你大打出手 林总 作何 别打我和你一比 行 这样 我觉得夏柔这个人挺不错的 要不我约一下他 好消息是什么 这个好消息就是嘛 我来了不就是好消息吗 没想到澎湃生会吗 保安 上来一下 别呀 我跟你说个正事 你觉得夏柔这个人怎么样 我还有事 你可以先走了 哎呀 要想知道女孩子的心思 就要知道她的反应 比如说美色诱惑 近距离接触 你只要发现她有下意识的反应 哎 估计你就有戏弱 还有事 你再走吧 别呀 你说我在这吧 我还能给你试个招 你知道吗 夏柔已经搞了个美食了 哎呀 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活动 蒸汽各路吃货 激发一下敏感吧 对吧 我们的筹码开得高一点 还怕有人不参加吗 这叫什么呀 集思广一 这么好的机会 既可以给夏柔提供机会 又可以好好地宣传一个公司 你见双标啊 哎 创意美式比赛 有兴趣参与吗 要想知道女孩子的心思 就要看她下一个事 家里空调是不是坏了 怎么这么热 没有啊 还要干嘛 今天就是严格 哎呦 你就是让我们 是没有药 你 怎么了 眼睛疼吗 嗯 喂 夏柔你在哪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你在说什么呢 那走那走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说刚才过来找我借钱说你 我出事了 我着急用钱 他难了你多少 你为什么背着我再重借钱 你躲个屁啊 我本来都快分本了 就差一点点 你以后不要以我的名义 死出借钱 要不是你为妈妈 你以为我会管你吗 以后你在外面 无论要死要活 我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这女孩子嘛 就是用来拇打 干杯 这人好像吓了 你应该是有话 这就是在乎 他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 那也算完事了 其实 林总来了也不找我 滚 你没看我这忙着吗 喂 你干什么 给我喝 快点 你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本来这些机器也是好感 再考虑凌晨 我还怎么问呢 来 我走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嗯 真不是我带下去的 纯粹是个意外 热雞肿药热人 我有事 走 你别碰我 我还要喝 你坐眼 疼 哪里疼 这里 嗯 我买吃饭吗 就这么说 你能着 你这样的事都做不好 来 不要我不吃 我不吃了 听话 妈妈 你没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别走 我淹着 对 我担忧了 肚好疼啊 我怎么在这 我昨天是洗澡前来的 不会吧 我真是作大死 你才现在不会想杀了我吧 喂 橙子 你说 一个大魔王 突然对小绵羊特别好 这是为什么 养成细牌 养肥了好下口 啊 编剧的脑洞不这么大吗 哦对了 我决定参加那个 创业美食比赛了 我一直都相信你可以的 我有个朋友 是朋友 他有个老板 特别难搞 但是 经过几天的相处发现 其实人家还不错 就是那种典型的 外冷内热 所以他就那么 一丝丝的心动 对 是 你要先发现 所以 我该怎么劝他呀 其实吧 你可能 你这个朋友可能 并不是真的喜欢他老板 只是被这种 反差给吸引了 对不对 哦 这样 你让你的朋友 尽可能与他的老板保持距离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解析一下自己 一时的冲动 总归个蛋下去 嗯 恢复的比想象中要好许多 继续保持 今天怎么没见你女朋友过来 往常不都是他陪着你吗 我眼睛好转的消息 想不要告诉任何人 哦 我明白 毕竟当年那场事 不是意外还是人 还有好说 子言 你怎么自己就走了 也不等等我 报告怎么样 给我看看 我妈说她最近想你了 显得你回家吃个饭 最近工作有点吗 行程比较好 下起来 自私推动 自私找结果 是不是对我妈有意见 还是你不想见我 我确实比较好 你要是觉得我找结果 欢迎你 子言 我不是不相信你 是我太心情了 那你先老妈 我和妈妈警示一下就好 没到了 怎么样 没怎么样 没怎么样 怎么 美男级不好用什么 那这样 那我们就试试 欲擒故纵 你平时就多说说存在感 等他习惯了 就对他爱大不了 我就不相信了 他还能逃过我的手掌心 爸 你的手掌心 你这个朋友的老板挺厉害呀 欲擒故纵的本事都试出来了 36G你听说过吗 以退为进 给我装糊涂 你朋友 叫你给我装糊涂 我最近做了个新菜 帮我试一下吧 没空 帮我试一下嘛 忙呢 帮我试一下嘛 来 坐 豆腐味道太重 不适合做甜点 按照林泽严的建议感情 应该可以赢得比赛吧 太辣 没有扣感 下次再做这么难吃 扣工资 知道吧 这人也太调剔了吧 那个美食大赛 我忍 美食大赛 现在开始 下游小组 一轮比赛晋级 现在开始 第二轮晋级赛 去把下游的食杂给我动点手 就拿了一点 很荣幸 各位能参加这次总决赛 比赛开始 再次强调一点 为了保证本次比赛的公平 本次比赛 不能够使用 除餐厅准备的东西之外的食材 否则 取消资格 橙木 你看你糖吗 没有耶 没有糖 那我们的菜 没办法做那么美味了 不行 我一定要得点 比赛 比赛结束 林总 这是评选的最后两道菜 第一道菜 玉带千丝 这道玉带千丝 创意新颖 敢于食材之间的搭配 将食材之间的味道 均衡淡化 还带着四四颤 不过 这不应该是糖奶的感受 第二道菜 染汁凹血 这道展池凹响 你也能而不腻 我滑口 我后把握不错 可以说将鸡池的精髓 都拿下包 那你这一票是 我宣布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是 下游 那你这一票是 六比赛 预待千丝 去哪了 今晚下回来 你知道吗 我今天去参加个比赛 拿了一等奖 一等奖就高兴成这样 一点掌精都没有 看在我赢得比赛的份 是不给你几句 送你的小礼物 一个礼物你就开心成这样 你退步了 我这是为了给某人面子 人家多笑笑 其实还挺可爱的 老实交代吧 上次的比赛 你是不是暗箱操作了呀 这个一等 也只有他才做得出 你笑就代表你默认了 你不说话就代表 这个事情有问题 你朋友的事 处理得怎么样了 比赛前还丢 不是啊 丢口又挨到不已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老在我面前吓唬 说吧 有什么新进展吗 没什么进展 没什么进展 你看你胸前这条领带 也看就不超过五百块钱 肯定是踏骚的 不过看你的样子 真的不是特别熟 你告诉你朋友 沉住气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是三十六气反课为主 看样子 应该是猜透咱们的技术 趁早离开为好 这个呢 这个呢 不及不简单 这么大个人了 还能把自己打开吗 怎么这么烫 你赶快躺好 我给你盛一杯感冒药去 你怎么来了 听橙子说你生病了是吗 我来给你送点鸡汤 也好得快一点不是 那你进来吧 来 还是你靠谱 从今的家伙都不知道来看我 好喝吗 这鸡汤怎么炖的 这么好喝 成目是吧 时间不早了 下游该休息了 如果你想让它好得快一点 就下回去 恕不远送 你干嘛 我只是 哎呀 这个季节怎么还能感冒呢 听说 竟然给下游也感冒了 你们两个该不会是 哎哎哎 别有点 那我走 那我走 我头晕 我头晕 我不是故意装可怜的吧 我是真的可怜 重大 你知道小悠现在在哪吗 我想找他有点事 叔叔 悠悠一个人已经够辛苦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悠悠 额外的负担了 祖博真的伤人伤己 重大 我已经戒了 真的 叔叔找小悠呢 也是想看他过得好不好 我会给他挺麻烦的 我真的已经戒了 小悠现在挺好的 现在这带安兰小区 给零食集团做管家 不用担心 哦 重大 知道了 就这样了 这个季节怎么就开始感冒了 可能着凉了吧 诺诺怎么没有来 她知不知道你生病的消息 下腰 帮我去拿药 我不会跟秦罗罗结婚的 我只能保证像亲吻美一样照顾她 之前没有明确拒绝 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喜欢的人 现在有了 所以我必须要和秦罗罗划清界限 恩情是恩情 感情是感情 不能换为一谈 小悠 我刚刚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 我的眼睛虽然看不清 但心能够看清 下友 相信我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照顾眼镜 给你一个未来 刚刚是因为阿姨在 我可没说要跟你在一起 最想没事 有人来了 温度器看一下 情况有点严重需要打针 喂 一下就好 要不然病会更严重 等你好了 姐姐给我做好吃 你看她名字眼 我中小孩子 不是吧 她们两个还真的走到一块去了 真是不可思议 哎呀我 我的小道消息吧 特别可口 她俩绝对有戏 不过这个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啊 听说子爷出新书了 你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呢 应该写得挺烂的吧 是啊 不过的频率都是挺快的吧 喂 吴边姐 我这里有个美食餐在做 非常不错 希望你这边能够出一档美食评论 顺便把菜谱的信息公布到网上 夏拥 看你这次怎么解释 应该是这里 没错吧 我不是来找林泽妍的 我是来找你的 我跟秦小姐应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吧 就因为你那个比赛 林泽妍马上就要被公司踢出董事会了 你知道吗 你的什么意思 看来你不知道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多呀 林泽妍把你保护得像个废物 你凭什么站在他身边 你跟我 就顺便说这个 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 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我是他的恩人 就算这一点林氏绝不会放弃我 林泽妍也不会忘记我 你要是为了钱的话 我劝你趁早离开 我是一定会跟他结婚的 我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参加创意美食展 为了梦想吗 我凭自己努力挣的钱 有什么不对吗 你难道不知道美食展是林泽妍公司举办的吗 你在赛场上是什么小手段 当真没人知道吗 林泽妍最讨厌撒谎的人 你说他如果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会怎么想 有没有先去猜一猜 这是 你怎样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这个比赛是子公司举办的 是因为不信任我 是吗 他会知道实财的真相 小油怎么去了那么久 还不回答 我听不清的解药 司机已经到了 我就不陪你回去了 哎呀 我的林大少爷啊 刚才是不是引力出 后宫争斗大戏 什么争斗大戏 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连起落落 骑士寻寻走出医院了 子彦给我打电话 喂 子彦 秦洛洛 您有事就直接对我说 趁我还有好脸色 把身长的收拾收起 不要文字 来的人 否则我不让你追 子彦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伍姆 子彦又给我刷小品牵 林总 下游的创意产品更抽调了 有人爆出下游这道菜的食材 不是在里面提供的 好多人都在质疑下游的资质 和大菜的公主性 我要请你帮你帮我说这件事情 我是这件事 爸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爸爸点钱 我差一把就翻盘了 你要多少钱 你也不少你救 我就这么多了 这么点了 这里都住的是不好啊 你这么撒谎了 走就把我打发了呀 爸你放开我 别碰他 要钱是吧 拿去 别别偷懈 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 他就是个无底洞 怀不起的 我需要你怀 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可以帮你打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我有个毒鬼父亲 还是病中的母亲 明泽言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过得无忧无虑 钱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难道不是我的钱就可以吗 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 这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就去参加比赛 就可以没有底线 比赛是因为 我本来以为你不一样 现在发现你和那些人也没什么区别 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做一样的事 好巧啊 每次在我身心的时候都会出现 没事 我很好 走带去地方 记不记得 走路线 经常翻墙过来玩 时间 过不至快了 沉默 你说 我们未来 能等到我们想要的吗 其实我想要的 坐在这里 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那个禽漏了 骑士熊熊走出医院 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 这是我的底线 帮我查一下微博背后的对象操作 到底是谁 谢谢你开导我 我心情好多了 要不今天别回去了 这是我的工作 迟早都要面对不是 你刚才去哪了 林总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晚餐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我错了 我不敢让你难过 我只是希望在我身边 你可以永远做自己 你 怎么 发毁了 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还是个病人 你想摸杀青鸚吗 你放心吧 你父亲的事情 已经交给秘书去处理 那比赛的事情怎么办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这是 我妈让我给她为了儿媳妇的 下游 以后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要你有什么用 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只知道酷酷啼啼 你有事就直接对我说 趁我还有好脸色 把正常的手机收回去 不要动自己 不该动人 否则我会让整个情人出去 就花钱撤下了热搜 找了其他熟悉的美食品的家发通照 并将错误 揽到了公司监管务力 和没有提供有效食材的原因上 同时对其他参赛选手 已经得到了项目的赔偿 并将这次美食产所有的餐品 被提供给周围的贫困小学和孤儿院 最近的微博反应来看 社会上对这次我们的行动 给予了很好的影响 同时也把对公司的股价的影响 降到了最低 这次大家的行动都很错 这件事就过去了 接下来 汇报一下各个我们下半年 的股票 你这是何必呢 唉 那你叫林泽妍会儿可说 行 兄弟 开了这瓶 时间会冲在一切 不思量肯定能忘 再说了 那个谁和林泽妍在一起 也不会吃苦的吧 这合成不已经好事 你怎么那户不开天那户 我没事 你们走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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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放心吧 男人的恢复器很快的 旧的不去 新的不排 停车 傻男 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和你一样 唉 唉 你就是上嘴 给我去加班吧 我工作的时候需要人辅助 我要怎么帮你啊 你平时工作是用电脑语音吗 还是需要我帮你开什么内容 当然是有他们做不到的事 是 你片身书都是先你们拿着的点 不用看懂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今晚的月亮好美 你也知道 今晚的月亮好美 你骗人啊 还不是月亮 你想想中庙聪明 那倒 兄弟骄傲了 不知道我用这场演示我的时候 我给你们说 不愧是总裁服务人 人不敢包箱啊 谁说不是呢 台湖林总的眼睛 要不要到临时公司 旗下的餐厅工作 不要 我不太适合吃晚饭 不过 说到美食的话 我不可以一起做些创业菜 你选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 北京像你中调题的人可不多 那我还挺经营的 有你这么个想麻烦吗 麻烦我还喜欢吗 我演家 你 喂 你说什么 悠悠 你怎么才来 成沐要出国 你快去劝却他吧 成沐 你确定要出国吗 我决定出国深層 我爸催了很久了 让我去外面 谈一个长期项目 那就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这么突然 我不是意识冲动 我之所以 一直留下来是因为 没有放下的东西 现在 知道他很好 可以算 没有活顾之佑了 你说的人是 虽然 难告白是真的 还记得你那天问我的问题吗 我最真实的 一直就在身边 就是 谢谢 我已经知道你的选择了 只是这份心意 还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 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如果我当时有本地 我一直都相信 你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照顾好自己 什么类的 没事 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手怎么了 都怪我 春梦忘记关火了 没事 你怎么 心情不好 发生什么事了 成木 他又出国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出国深層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 就不要难过了 别担心 有我陪着你 你的手 你是怎么刺激处理伤口的 我视力 现在恢复了 大概40% 真的吗 要这样下去 那岂不是快要痊愈了 如果你每天亲吻一下的话 我会好得更快 其实以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 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如果想要痊愈 以我们医院目前的情况 这是不太可能的 喂 你们在那儿 我马上到 我警告你们 不该等的人不要等 我会放过你的 本来不想吓到你 但凌晨突然会失踪 那我们大家一起认识人士好了 我跟凌晨不守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你误会了 不知道 但我只给你们十分钟 到了美国要好好生活 注意安全 我会的 走了 拜拜 不认识人士 我不准你想别人 以后你的心理 道理 只能撞我 怎么样 是不是先进出反驳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你的眼睛能赶紧好起来 住手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 别让我装糊涂 我的全女友从这儿 可以排到法国 可是你只是法国而已 凌晨 你疯了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我要清楚不相干的人 原来是想救你的小情人 该不会又是你的小树米吧 看起出没有 这就是你们子叶大大的人品本性 住手 我去 你还真是 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个网红了 听到了没有 你说什么吗 不 不行不行 我承认什么人君子 证解是困难的军事 证则 你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关系呢 林总 我这有份文件 是下优德冠经的事 又被挖了出来 还被诬陷 无中生有的事 要查清楚就好了 上面有下游爸爸的签名 就是相当于已经做实了 就怕我们再总调查 也只会被人说造假 处理不好的话 恐怕夏小姐会有牢狱之灾 要查清楚 到底谁搞的小空头 林总 夏小姐出事了 夏小姐并无大碍 只是受到些惊吓 休息几天就好 还好送来医院比较及时 林总 这是您让我查的文件 现场还找到了这个 应该是被后人留下的 林总很聪明 不是才问是谁 我们就是拿钱办事 这次只是个小小警方 如果还求这次 是什么样子 下次不找警察吧 我这是在哪啊 虫子 你去哪儿啊 你是不是那所有人都没有一句真话 这么耍我好玩吗 我就一个普通人 请以后别再查做我的生活的好不好 等等 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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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的话是故意骗他的 我是怕你受伤 那你是紫叶这件事呢 我不是想故意瞒你的 我是怕你讨厌我 虫子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如果不喜欢紫叶的话 我以后就不写文章了 虫子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你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你听听我的心吧 虫子 虫子 疼 可疼了 那就拜托你了 海人 莫获尽力 是的 别管 您用时间都可好了 不好 不是因为有他在不想放心 真的吗 你真的有把握吗 没错 这个手术我可以做 自研的眼睛终于可以恢复好 您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会找我 而不是直接小林自研呢 你以为呢 韩院长可是也客气地嚼嚼着 之前一直在国外没回来 也不接手要运 这次是因为有我托了好些人 才决定过来帮忙的 你会有这么好心吗 我确实是输给了你 但是对于自研眼睛这件事 只有我可以做到 想要我帮忙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只要你答应 你妈妈的病 我也是可以想办法找人治好 你自己选吧 可别告诉林自研哦 这可是我们的小秘密 别担心 明天的手术会成功的 等我手术之后 以后您可以好好陪我 自研 我找到可以治你眼睛的方法了 你的眼睛可以恢复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将不到你的模样了 没想到韩院长竟然在眼科方面用不足够过 等我眼睛好了以后 我们去结婚好不好 一定会好的 你脖子上的项链是给你一家女主人 你既然戴上 就不能放回 等明天手术成功 我一定会第一个为你这道上 让你好好看看我 你一定会帮我好好看 按订阅计划进行 好的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而已 也会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你的眼睛跟进行好起来 你知道扣一千 谢谢你 所以已经要拆现了 小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你来这手什么 我去找悠悠 我总觉得心愿恨不安 心眼 你能看得见我们吗 这副手术还招呼 让警戒还少注意休息 把后面我跟远不动啊 下游家里出了点事情 没来着急跟你说 我去找悠悠 我去找悠悠 你先回 下车去拿回忍 收拾一下 不要出院 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出院 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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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还要第一个 就是你 不认识 到底什么情况 一群废 林总 我们本是按着原计划 跟着下小匙 我不想听你 找不到夏悠 你们全都去非洲山谷诸书 一个都别回来 滚 是谁都 聊了吗 聊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夏悠去哪里了 是你做的手脚吧 说不说 关我什么事 不说的话也行 如果林家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话 你还会成为泽燕的未婚妻吗 我承认我是给他提了一点建议 但是我只是想让林泽燕留在我身边而已 至于夏悠去了哪 我也不知道 夏悠一让他好了 你看林泽燕的人 现在已经去了 可以了 我不需要知道他现在去了哪 我只需要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林泽燕身边 怎么样 是不是信息出发 泽燕 林泽燕 你愿意看这样一个小网红 都不愿意看看我是吗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要这样对我 你到底想怎样 我都可以答应 只有一条 别忘了我回去 林泽燕你会有报应的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夏悠 我访问你 我认为有什么事 我认为有什么事 要认为你 你别告诉别人 好啦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你放心吧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下约园准备 还想找你老板娘呢 中国都正好 你有没有什么情况 我正在我 我这边准备点吃些不了 你真是这样 我还没聊两句的 我真的不信心 总裁的偏心比起三年前的传闻又过着无不及啊 而且那出席共同场合到什么聚会啊 那身边的女朋友从来没有一个都出现两次以上 对了 我有好几次 如果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看见总监桌子上 包括一张女人的照片 是不是总裁还没有忘记那个夏佑啊 林总来了 夏佑你在哪里 我一直在生活中的一切一切不变 希望你再接到我这时候不会觉得麻烦 或什么时候可以再接你 林总 文件的事情看清楚了 是 事情弱了 应该把夏佑的爸爸安排到的别处 我目前还没查清楚 估计是想威胁夏佑小姐帮忙做什么事情 公司这边的内鬼查出来了吗 种种线索指向了集团里的赵总 之前 有话直说 之前夏佑小姐受伤好像跟她有关 所以 你到底在哪 什么 你回国了 什么 给我代替你啊 对 我是快捷吧 不对 这不是重点 你之前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 你不是不想见那谁吗 你确定这样行吗 哎呀 你就放心吧 另外花容时间秒不是发给我了吗 对了别忘了 基本上是必须出现个妆 去解决掉天 应该不会碰到的吧 妈妈 妈要去哪里 好别乖 等一下我们去给承载一个惊喜好不好 什么 你说你没时间 不是我说大哥 咱们俩到底谁结婚呢 你说你是个妆图 还有我配合你时间 没空就是没空 废话真多 我不管了 要么你现在过来 我把地址发给你 就这样 拜拜 喂 你下来吧 我到 你怎么才到我等你等到现在了 喂 诚子 找我有事是吧 我现在回来啊 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你还是这么不会聊天 这个 是你的孩子吗 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找你半天了 凌晨你得搞什么 那个我突然在做还有点事 诚子 等你好久了 我们一起走吧 这是 佳言 佳姨 陈子阿姨好 你和谁爽不大 吃饭的都不是你嘴 叔叔好 爹地好 你为什么叫我爸爸 妈妈说的 妈妈还跟你说什么 妈妈还说 爸爸的名字叫 林泽妍 你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怎么还不知道好好休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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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来 啊 啊 啊 杏妍 陈子阿姨带你去玩好不好 不要 夏妍乖 妈妈等会儿就去找你 走 带你去个地方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真相 嗯 你都知道了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我只是害怕 秦龙露和公司的事情 会伤害到你 毕竟我的眼睛也没有痊愈 所以 我不敢拿你的幸福做赌注 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面对呢 我不敢冒这些 你想和你受伤害 我真的很怕 我还以为你把建筑给别人了 他这属于你 你再说什么也不让你逃 哎 等一下 你西部上那些绯游女友呢 演员 你还找女演员 父亲的那种啊 秦燕 这几年漂亮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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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